好久没有做视频了嘛 发生了点事情 有些朋友吧 随意跟你说 怎么快一个月都没有做 但是 就是有点事情 怎么讲 今天做视频啊 也是就鼓足勇气嘛 想想还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像你们在标题里面看到的嘛 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太太和儿子他们现在也回国了 就我在泰国嘛 其实这也是原本我不想说的 但是 但是就耐不住 确实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 然后 我想今天这个机会还是 还是说一下吧 就 其实这个事情如果是在泰国生活中 而且大家都应该能够猜得到 就 什么很不扎心 但就是这么发生了嘛 还想知道什么事情是吧 那我就 那我就跟大家那个 就坦白吧 就是 教育他们放暑假啦 他们回上海去探亲 好 跟大家开玩笑啊 那个 有点标题党 彻底的标题党 那又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标题党的东西呢 做一个测试 就为了给做一个测试 看看这样级表题是不是流量很多 是不是比我日常那些其他的视频 流量多很多 对吧 那么也顺带了 借这个视频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进来关于这个 为什么很多的自媒体啊 就突然有很多这种 可以称之为黑泰国的视频啊 就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不过还是先再回到之前 就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那种更新视频 就其实简单的来讲 就是有点偷懒了 然后的话 夏小姐和那个Joy嘛 他们是3月7号回上海的 那么我在之前 就是不是在那个老窝啊 对是在那个老窝嘛 和父母去的 有老窝 就是应该上一期最后期视频 就是在老窝的啊 突然就为什么停了 就是说句话 就是觉得突然就觉得没什么好拍的 明白 就是在老窝 揽不拉帮这个地方 我觉得其实 可能是我的问题 就确实没有那么有意思 就你拍的有些东西 就觉得有点鸡肋 就作为生活记录 当然你是可以放出来 但实际上你作为观看视频的时候 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就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旅游都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们旅游的经验足够多的话 就真的不是每一次旅行 都能够有惊喜的 就大部分的旅行 可能就是是比较平淡的 然后呢 有一部分会特别好 然后有一部分会特别差 但是就跟人生或者人一样 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比较平庸 就OK 还可以 对吧 那么那次朗不拉帮之行也是这样啊 就是你说要像一些 以这个做自媒体旅游视频吃饭的那种 up那样 就好像每到一个什么点 一定要说出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地方特别好 如果没有说特别好 那就一定要说他特别坏 反正一定要走两个极端 对吧 那这样才会有观众爱看嘛 就现在的一个现状是这样的 那么对我来讲 我就不想做那么极端 但是我又觉得这很平庸的那种 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就停了一下 停着停着就觉得好爽 因为就你不用做那视频的 你确实每天会多不少时间啊 然后就和我父母在那个一起 相处也挺好的 因为我父母大概是在3月底 3月25号他们要回苏州了嘛 那之后那我就真的是一个人了 那么我想 那这段时间就偷个懒吧 就就懒啊懒啊懒啊 就差不多懒到这个时候了 其实啊 本来我是想等到我父母以后 我再恢复做一下视频 但是 有最近嘛 就是网上说泰国这个那个的事情太多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我真的 就你知道吗 就你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是多那种窝火 你知道为什么窝火就就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窝火 就是怎么个窝火 就有点像蚂蚁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爬 爬 就 你 要我想想应该什么也就是你知道吗 我有一种无能狂怒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说无能 那因为我们叫人为言轻嘛 那也不是什么有影响力的做视频的 但只能影响一小部分 我的群里的朋友们 对吧 和观众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你的感觉就好像是在大洋彼岸的那种漂亮国 他们当年污蔑我们中国的一些少数民都地区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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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假的 编造这个谎言的人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然后他们也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但他们还是在有编造谎言 但是你没有能力去让人家知道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国内就突然就出现大量的一些你知道吗 就那些人他都不在泰国啊 你要是在泰国就算了 但是大部分的 你说的慰言耸听了 又是嘎腰子 又是怎么卖器官 又是说的有 在键盘前 你吗 就就就这样打字 那种自媒体 就拼命的说这泰国 好像我我都感觉我都不是在泰国 可能是在什么 可能是在一些战争中的那种非洲的一些国家啊 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那些 自媒体我觉得就像嗜血的鲨鱼 他们的嗅觉很灵敏 闻到一丝血腥的味道 就就就拥过来了 对于就是就是泰国出现什么问题 他们的话题啊 就是拼命的咬 就拼命的去去撕咬这样的一个有话题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 也就是啊 但很多其实事情都不是那么真 或者就是比如说三针七甲 对吧 就他参查了一点 似乎是真的的东西 但是又夹杂了大量的 他们夸大其词的那种手法 就是把很多小小的问题去把它放大 或者就无中生有的去制造一个一个什么 把以前那种都市传说的问的故事拿出来 然后安在这个泰国的身上 就比如说什么一个女的突然失踪啊 什么跟丈夫出去逛商场 你们知道吗 然后就就失踪了 然后几年后在什么非洲 或者是一个什么墨西哥 或者哪的一个什么地方 就看到什么四肢被切断 这种都市传说的假东西啊 就你去网上搜啊 你在每个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个版本 泰国有个版本 美国有个版本 什么地方有一个版本 就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就你对这个东西 你就很深情 你就觉得 为什么会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 但是就真的会有那么多人相信 你知道吗 就还有一些 就比如说是什么那种 那种嘎腰子啊 什么的这种事情啊 你说这个事情 我确实也不敢说是完全没有 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吗 或者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极小个例的一些那种 类似于灰天鹅的事情 就是这种犯罪的事件 就你们想一想 我教大家一个方式 你们现在 把你们的手机去切到这个 百度吧 XX城市恶性案件 这样几个内容 有关键词 那这个XX城市可以是 任何城市 或者省市吧 可以是河南 可以是江苏 可以是北京上海 或者Anyway 任何一个地方 你们就搜什么什么地方 控格恶性案件 你们都能从百度上看到一堆 就来自这个城市 什么什么什么杀人 强奸 各种事情都有 明白吗 然后在泰国 其实现在被他们黑的情况也是这样 就哪一些可能成年往事 或者一些 我们称之为叫做 那种黑天鹅的事件 就是很稀有的 很少见的 什么那种 就去年还是前年 或者什么 一个泰国人冲到那种幼儿园区 那种杀了几十个孩子 那种神经病 对吧 你这种事情拿着 好像来 想要佐证泰国是很危险的 但是这种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代表性的 中国各地 世界各 其他国家的各个地方 都有发生过 它不是一个常态 他们把这些事情 柔和在一起 然后再说一些 那个什么灰产 什么那种 像这种缅北 什么这种乱七八糟 都挨在一起 但是 如果我 不是生活在泰国 搞不好 我也会稍微有点疑问 就是 是不是真的这么乱 对吧 但是问题是 我是生活在这 想要我就知道 这情况不是真的 就跟我生活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知道 漂亮国 他们 栽赃说我们中国的那些事情 很多都是假的 只是说 但是 怎么办呢 你 你很想努力的去告诉别人 这不是真的 但是 大洋彼岸的那的人 他们会听吗 他们第一听不见 听见他们也不信 因为他们更加信任的是 他们那的媒体 传输给他们的概念 那么这次的泰国的这个事情 也是这样 很多人就是 就愿意去听信那些 匪夷所思的那些 坐在键盘前 都没有来泰国 他们就在那 胡编乱造 靠百度 杜撰故事 然后还说 反正就说 就你们自己看着办 怎么怎么危险 很多人就爱相信 有这个 我生气就生气 但因为我是喜欢泰国 这个国家的 当然我不是一个泰锤 这个你们看我 一网视频都知道 我会分享泰国很好的生活 但我从来没有说 这个地方适合任何人 所以我不是一个泰锤 但我喜欢泰国 所以我真的不喜欢 就有些无中生有的一些 捏造的一些事情 那种屎盆子 都那种扣在这个泰国身上 你就像胡万三 像胡万三是吧 要那个小六对吧 去看他一碗粉 还是两碗粉 就这种泼脏水的方式 你要泰国自证清白 其实是很难的 是吧 但是我们用脑子想想 你们看看 他们说的那些事里面 就是有哪些事情 是真的在游客身上发生的 是吧 你说缅北的灰惨 或者说被人家揍一顿 他们打一顿绑架 我不说这种事情没有啊 就第一 那有它也是很小概率的 然后第二 那些遇到这些事情 说实话 没有一个是来泰国旅游的 是吧 什么尬个腰子 或者怎么样 是旅游的嘛 你就在泰国旅游 然后莫名强 就把你绑架了 然后就把你的腰子 给你那种尬的 就好像一些都市传说里面 什么突然被 什么坐着那种出租车 就迷晕了 然后醒来的时候 发觉自己躺在一个 什么冰镇的 一个那个什么浴缸里面 就都是冰 发觉自己腰子少了一遇 这种事情就 不是现实生活中 就真的会有的 就有也是 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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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们肯定是遇不到的 大部分出现这种问题 就还是一些 比如说被骗过去的 对吧 什么就骗过去那种 跟你说什么 很高兴工作啊 什么 就他们本身就不是游客 你一个游客 你正常的来泰国 那种恶性的事件 你基本上是碰不到 除了遇到神经病啊 这种事情 就像我说的黑天鹅事件 很 就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没有 但我觉得几乎可以忽略不及啊 你最多你作为游客来泰国 有可能就在南部那儿啊 在南部那儿你会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 我听说的 我自己也没有去啊 但我相信可能确实存在 就可能就是收你一些比较高的一些那种价格 像我看到有些那个视频主发的 他们是确实来的 所以我不说他们是黑泰国 但他们遇到那些不好的事情 把它曝光出来是好的 就是那种 什么坐两公里的那个出租车 然后被收了三百泰铢啊 什么的 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那种错误啊 我不是一个反思怪 就不是他们的错误 这确确实是发生的 那就是泰国的那种人不好啊 那种泰国的一些旅游从业者不好 就这种在泰国南部的一些重点的旅游的地方 曼谷 普吉巴提啊 就有可能确实是存在的 虽然这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是 但确实是存在 那我们就应该证实这些问题啊 而且那当然这个也是在南部啊 那么那个在清迈这里 就北部 我个人也没怎么听说有这种事情 对吧 那个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泰国北部啊 就喜欢清迈这个地方 所以说 我一直喜欢呢 就清迈 我要吹 也不是泰吹 我也是卖吹啊 是吧 然后呢 让我想想看 泰国的物价 泰国的物价这样 就这个视频里面 我就不再那种详细的说 因为时间已经蛮长了 简单说一下 就物价肯定是有点通胀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很多国家的那种都有通胀 对吧 泰国物价 我大概看了 照清迈这里啊 我对比疫情前啊 可能就是涨个百分之二三十啊 就是石油的 包括旅行社的一些价格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价格 但是因为它的基础比较低 所以整体的价格其实还是不算贵的 你整体就是清迈之二的物价 其实绝对是比中国还是要来的便宜很多的 但是它比起2019年以前的那还是要那种贵一点的 但我觉得正常你都是可以那种会接受的啊 这个就简单的那种说说一下 声音有点啰嗦了 我想这样的就是等到我父母回去以后 我到时候会我会组织一个那种饭局吧 就请几个我的观众就是到 就是他们也是看我视频的 后来他们自己来清迈了嘛 然后是在照生活的啊 到时候我煮这个小贩去吃火锅烧烤 我没想好 然后让他们也来和大家聊一聊 他们对于这个清迈的这段生活 因为他们来知道是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嘛 一个朋友是大概待了半年 还有一个来了一个多月嘛 让他们两个说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些消费啊 一些泰国清迈吧 就是这个治安啊 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吧 就是以类似于 低配中的低配中的低配中的 枪枪三人形 或者圆作派的这种感觉啊 来来给大家呈现一下 应该是在三月底吧 我想在三月底啊 父母走里头到时候去弄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那种关注我啊 然后会做一个系列啊 叫做深夜探店 看泰国安不安全系列啊 就怎么做呢 就差不多就是我可能骑着一个小摩托 然后晚上八九点 或者差不多吧 就是八九点以后 也不会太晚 因为年纪大了 要那种不能太晚休息 然后会出去觅食 然后随随便乱骑吧 一个小摩托车 骑到稍微太过清迈 外围一点的地方 或者什么什么地 什么地方啊 然后去看看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比较local的一些那种 吃宵夜的一些地方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再让大家看看 就我这种 一个人对吧 出去 出去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那种危险啊 反正可能吧 我自己想想 这个应该还是蛮有意思啊 第一就是吃的都是一些比较那种 local的本地的一些东西啊 而且也是确实能够让给大家呈现一些 在黑暗的夜晚 一个真实的泰国是什么样子 好吧 如果你们有感兴趣 那就给我点个赞 然后再关注啊 应该会在3月25号以后啊 然后我的视频更新 就会那种恢复正常了啊 期间可能还会再掺杂几步 我已经做好的一些素材 因为虽然后来视频一直没有剪 但还是有录了一些清迈的几家 还不错的咖啡馆 大概有两三家吧 觉得还不错啊 然后到时候再给分享给大家 然后懒不拉帮的那些素材 想想吧 有可能发 有可能不发 因为确实也没有那么有意思啊 好 拜拜